联合国文化机构教科文组织将审查50多项列入其非织物质遗产名录的申请 其中包括了传统民间舞蹈秘鲁的酸菊汁烟鱼和泰国的泼水节 泰国的宋甘节又称泼水节 活动上会使用超大型的塑料枪软管和巨型水桶 为期三天的泼水节标志着该国的佛教新年的到来 泼水节是一年中最长的节日 也是家庭团聚的时刻 数百万人返回家乡与父母和老一辈团聚 目前泼水节已被提交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除此之外 在中东地区十分流行 在婚礼和各种庆典上表演的巴勒斯坦传统民间舞蹈达贝克 是一种以管弦乐器和歌曲的集体舞蹈 具有跳跃 跺脚等特色动作 而用脚踏出的整齐的律动和舞步的动作 也已经提交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另外在食品方面 秘鲁的酸橘汁烟鱼是一种流行的拉丁美洲菜肴 是由新鲜的生鱼腌制在层汁中冷食 在亚洲 乌兹别克斯坦申请将其陶瓷艺术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遗产名录 陶瓷被认为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工艺品之一 它植根于古代历史 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古老的实用艺术形式之一 12月4日至9日在博斯瓦那举行的会议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审查50多份 列入非物质遗产名录的申请 MetroTVExtend现在